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 你是自隐的神 主啊,你却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也无所不能 所有的危难,你在紧要关头 都是为你自己的名来解除所有的难处 主啊,你在历世历代,一再地行神迹 一再地为你的自己的经轮能够来成就 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 来与你配合 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座 我们需要你的同在 需要你的说话 阿们 好,今天我们来到 证明人物讲座第173篇 以斯帖记第六 自隐的神 借着以斯帖与莫迪改 施行拯救 造的神形象所造的亚当族类 违背神 出了善恶知识书的果子 就把罪信带入了人里面 使得所有的亚当族类 一再地堕落,离开神 到了人类的第二时代 神呼召亚伯拉罕 开始一个新的信心族类 应许他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众心 并且要把应许的迦南美帝赐给他的后裔 当神的时间表到了 神猜浅摩西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了出来 又吩咐约苏亚带领他们进入美地 摩西临终之前 苦口婆心地把生命记忆讲给他们 并吩咐他们要遵守神的律法 好让他们在美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 否则神的祝福会变为咒诅 然而当约苏亚那一带过去之后 以色列人享受美地的肥美出产 就忘记了耶和华神 也忽略了神的律法书 转而与迦南人通婚 拜偶像 道德拜坏 使得神的咒诅降临在他们身上 国家被巴比伦灭亡 圣殿被毁 人民被掳 被逐出美地 神有怜悯 应许当被掳七十年满了 会让他们归回美地 重建圣殿圣城 当被鲁七十年满了 正好是神预言中的波斯王古列登基 他下令让第一批渔民 在所罗巴伯带领之下 归回耶路撒冷建造圣殿 以色拉记和尼西米记的记载 都是发生在波斯帝国时期 但是只着重于那一批回归耶路撒冷 少数的犹太人 然而当时整个波斯帝国中 还有许多的犹太人 他们似乎对耶路撒冷的回归同胞 没有一点特殊的关怀 保持的自身度外的态度 但是以色帖记教我们看见 那些没有归回耶路撒冷 居住在波斯帝国的犹太人 仍然是神的子民 自隐的神还是非常关怀他们 因为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这些被掳的犹太人 虽然没有跟随所罗巴伯回去 重建圣殿 但是他们对整个以色列民的将来 仍然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们要做那看不见的耶和华神的 见证人 见证耶和华是独一的神 以色帖做王后二十年 以色拉才归回 再过十二年 尼西米才归回重建圣殿 所以没有以色帖记里面的神的拯救 就没有以色拉 也没有尼西米了 他们都被杀了 没有以色帖记的拯救 就没有了以色拉和尼西米 也不会有耶稣基督的出生了 以色帖记中的亚哈水鲁王 在登基的时候 波斯帝国的疆域 经过前面几个君王的开疆拓土 其疆域已经达到了顶峰 有一百二十七个省 亚哈水鲁王不过是一个 成绩先人的成就 他的权力与财富堪称无批 却是个虚荣心极大 喜怒无常 残暴 冲动 和成立于色域的王 以色帖记一开始就记载 亚哈水鲁王举办了一场 围棋六个月的研席 款待国内的权贵首领 之后又办了一场 围棋七天的研席 请苏山京城的人民 波斯王亚哈水鲁 在这半年多的奢豪铺张 膨胀的他的骄傲自大 所以当他在酒憨耳热之际 心中快乐的时候就忘形了 要求王后带着后官到王面前 在各民和成长 看他的美丽 而王后因为当时的习俗 就拒绝了王命 王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打击 就大怒 王身边的大臣 把这间膨胀成王后 不但得罪王 也得罪各省的臣民 还会影响到全波斯帝国的 每一个家庭 妻子都会藐视 自己的丈夫的危机 于是他建议 要把王后瓦什提废去 另外选择 合适的女子为王后 在这一卷 找不到一个神志的书中 自颖的神 隐秘地安排王后被废 有一个让以尸贴 登上王后的机会 好拯救神的百姓 在被掳的犹太人中 有一个变亚敏人 姬氏的真孙莫迪改 他有一个年幼的堂妹 因为父母双亡 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 抚养她成长 这女子 形貌美丽 本来犹太的名字 叫做帕达萨 因为活在波斯帝国中 就取了以尸贴 这波斯名字 好融入社会中 莫迪改吩咐 以尸贴不可以透露 他犹太人的身份 这件事情在整个以尸贴中 非常的重要 以尸贴被选入的王宫中 王甚为喜欢他 就立他为王后 莫迪改这个时候 也进入了朝廷 在王门处办公 有两个太监 是守门的 恼恨雅哈水龙王 想要下手害他 这件事给莫迪改知道的 他就告诉王后 以尸贴 以尸贴就奉 莫迪改的名 报告给王 这里莫迪改是感恩的 他把莫迪改的名 报上去 是他来举报这件事情的 这件事经过纠查 果然是实 就处决了二人 但是这件事 只记载在王的年代至上 没有给莫迪改 任何的赏赐 莫迪改也没有心中不平 他顺服神的安排 照样上班 这些事的发生 都是自颖的神 在暗中做事 为了要与撒旦的对遇中 显出神万般的智慧 大约是 以尸贴做王后四年之后 雅哈水龙王突然抬举 雅玛利人的雅甲族的哈曼 高于其他众首领之上 很奇特的是 明明立功就王的是莫迪改 但是被高升的却是仇敌 雅哈族哈曼 雅哈族哈米达他的儿子 哈曼是雅玛利王雅甲的后裔 扫罗在做王的时候 神吩咐他去把雅玛利人和他们的 牲畜全部剿灭 但是扫罗抗命 私下留下雅玛利王雅甲 和他看为美好的牲畜 他和自己的意见高过神的命令 这就叫做肉体 撒木尔严厉指责扫罗 赐责他悖逆 顽梗 这雅甲的后代将会成为大的过患 果然在几个世纪之后 雅甲族的哈曼被撒旦使用 要来灭绝波斯帝国里所有的犹太人 过去遍雅闽人基士儿子扫罗违背神的命令 没有除灭雅玛利人雅甲王 现在撒旦利用雅甲族的哈曼 要来灭绝犹太人 而神就兴起遍雅闽人基士 同样是他的这个基士的另外两个真孙 莫迪改和尹斯帖与雅甲王的后裔哈曼继续征战 王抬举哈曼下令在王门那里 一切臣仆都要跪拜哈曼 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 王的臣仆问莫迪改说 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 莫迪改告诉他们 他是犹大人也就是犹太人 所以不跪拜亚玛利人的后裔哈曼 哈曼看见莫迪改向他不跪不拜 就怒气填胸 哈曼不屑只下手害莫迪改一个人 因为其他人已经将莫迪改是犹大人的事告诉他 所以他想要灭绝波斯帝国所有的犹大人 哈曼心想王必定会同意他杀犹太人 就在亚哈水隆王十二年的正月 撤普尔就是撤迁 折定了那年的十二月要屠杀全国的犹太人 没有一个要放过他们 然后哈曼才对亚哈水隆王说 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 他们的律力与万民的律力不同 他们也不遵循王的律力 所以荣留他们对王并不妥当 王若以为美请下招灭绝他们 我就捐一万他年的银子交入王的府库 这其实不是他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来的 而是他们还要抢夺犹太人的他们的财产 糊涂的王因为在战争中消耗了许多的良想 所以他要得到好处就不问详情 究竟是哪一个民族 他们又是如何不遵循王的律力 就直接把戒指印记交给了哈曼 由他来替王发布御址去执行 王的御址随即被颁布到全国各地 王和哈曼却坐下饮酒 整个苏山城成了一片的慌乱 莫迪改知道了这一切事 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 在城中行走大声哀号 到了王门前面停住脚步 因为穿麻衣的不可以进王门 王后以士帖从宫女和太监知道了莫迪改身穿麻衣 被挡在王门前 以士帖就交代一个太监去见莫迪改 要知道这是什么事 莫迪改将王的御址 就是哈曼为灭绝犹太人的造书都告诉了他 并嘱咐以士帖进去见王 向王求情 为犹太全族的人来向王来求情 以士帖回话给莫迪改说 波斯帝国有一条法令 无论什么人 如果不蒙招就擅自进去见王 必被处死 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 叫他得以存活 现在我没有蒙招进去见王 已经有三十天了 他可能已经失宠了 莫迪改叫人回复 以士帖说 你不要以为在王宫里就强过一切犹大人 得免这祸 这个时候你如果闭口不言 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 蒙拯救 他对神有信心 你和你父家就必灭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现今这样的时机吗 以士帖就叫人回报 莫迪改说 你去召聚苏山城所有的犹大人 为我进食 三日之内 昼夜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侍女也要这样进食 然后我就违令进去见王 我如果灭亡就灭亡吧 于是莫迪改就去造 以士帖一切所吩咐的而行 以士帖就带头进食三天 第三日 以士帖穿上正式的巢服 进王宫的内院 对殿站立 让王可以看得见他 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 对着殿门 王看见王后 以士帖站在院内 以士帖在王眼前蒙恩 王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 以士帖便进前摸杖头 王对他说 王后以士帖啊 你有什么事 你求什么 以士帖说 王若以为美 就请王和哈曼 今天赴我所预备的言席 于是王带着哈曼 赴以士帖所预备的言席 这是以士帖的第一个言席 在酒宴中 王问以士帖说 你要什么 我必赐给你 以士帖回答说 我有所要的 我有所求的 王如果喜悦赐我所要的 就请王和哈曼 明天再赴我的言席 明天 我必照王所问的来说明 那日哈曼从以士帖的言席 欢喜快乐的出来 但他看见莫迪改在王门 不站起来 也不因他站走 就满心脑露莫迪改 哈曼回到家里 向他的家人 朋友炫耀他的财富 他众多的儿女 他有十个儿子 王抬举他超过众首领之上的一切事 他们又把王后以士帖预备了言席 只请了他一个人 随王复席 明天王后还要再次 请他随王复席 夸耀的有声有色 但是他说 只是每逢我看见犹大人莫迪改 坐在王门那里 这一切对我就都没有什么意思 他的妻子和朋友建议 叫人坐一个二十二米高的木架 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上面 然后你就可以欢欢喜喜的随王复习 你还可以在王宫的面前 可以看到这么高的木架上面挂着莫迪改 他们就叫人当夜做了木架 那天晚上王睡不到觉 就吩咐人取年代记事度来 人就念给他听 正念到旗上写着说 王有两个太监 地探和提列是守门的 想要下手害王 莫迪改告发了他们 王说 莫迪改行的这件事 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 伺候王的臣谱说 没有赐他什么 自隐的神 安排王正念到 莫迪改救了他的记录 正想该如何来赏赐莫迪改的时候 听见有人到了外院子 王说 谁在院子里 那是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 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 我们这里还记得 前面李世贴说了 在波斯帝国里面有一条法令 无论谁没有得到王的呼召 自行到王面前去的都要处使的 但是哈曼这里享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权利 他可以随时进到王的面前去 所以哈曼是非常受王的信任和宠爱的 王的臣谱说 看啊 哈曼站在院内 王说让他进来 哈曼就进去了 王问他说 王喜欢赐尊荣的人 当如何带他呢 哈曼心里说 王喜欢赐尊荣的 不是我是谁呢 哈曼就对王说 对于王喜欢赐尊荣的人 当将王穿过的曹服 和王骑过头戴玉冠的马带来 将曹服和马交代王 及尊贵的一个大臣手中 命人将曹服给王 喜欢赐尊荣的人穿上 使他骑上马 走遍城里的街市 教人在他面前宣告说 王喜欢赐尊荣的人 就如此待他 他们本来是为了要害莫迪改而来的 却被王根据他自己的建议 使莫迪改得到了这项尊荣 王在这个时候特别提告 在王门那里的犹大人莫迪改 表明莫迪改的犹大族 是记在年代记事录里面 而王之前根本就没有看过 哈曼替王颁布 那份要灭绝尤大人的诏书 哈曼自以为 瞒过王要杀尤大人 这个时候王给尤大人莫迪改的奖赏 打了哈曼一个耳光 哈曼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不但亲口提议 而且要亲手把自己最盼望得到的尊荣 加给他最痛恨的敌人 还要充当莫迪改的马前宣告的官员 可想而知 哈曼的这一天过得是如何别扭 失意落魄 而莫迪改也没有想到 正在他为的全族将要被屠杀 禁食祷告的时候 那久久没有班次的奖赏会突然临到 自隐的神只要一出手 都是令他的子民惊喜 却叫仇敌上胆蒙羞 莫迪改仍然回到王门那里办公 哈曼却悲哀的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 哈曼将所遭遇的一切事 述说给他的妻子和他的众朋友听 他们还跟哈曼说话的时候 王的太监来到了 所以哈曼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筵席 好我们来到第七章 也是我们今天要看见的 王和哈曼进去 与王后以斯帖一同宴饮 在这第二天的酒宴中 王又问以斯帖说 王后以斯帖啊 你要什么 我必赐给你 你求什么 就是国的一半 也必为你成就 王后以斯帖回答说 王啊 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 王若以为美 我所要的是 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 我所求的是 是王将我本族赐给我 因为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 要被奸毁 杀戮 灭绝 我们如果仅仅被卖为奴 违背 我也闭口不言 因为不值得叫王因敌人受搅扰 王这是第三次向以斯帖承诺 并且再次的称他为王后以斯帖 表明非常尊重王后 也带着想听 王后为何这两次预备了这么丰富的言习 究竟是有什么特别的事 王曾经两次询问以斯帖 王后以斯帖啊 你有什么事呢 他都没有说出来 等到他里头有神给他的感觉时候 在这第三次询问的时候 才说出了内心的请求 在这两次言习上 可以看见王还是非常宠爱以斯帖的 连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 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 也必为你成就都应许他了 以斯帖在第二次言习中 终于说出他所求的 他没有求金钱 美衣珠宝 而是求王救他的性命 和他族人的性命 王所爱的王后向他求救命 王焉有不救之礼 何况不仅是王后一人 还包括了他所有的族人 在王看来 杀掉一个被掳的民族 只不过是一件小事 他根本不在乎他们的生命 因为他信任哈曼 对他讲道 有一个民族 不遵循王的律力的指控 但是如果这个御子 牵涉到王后以斯帖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的品性 忠诚和贞洁 是无可置疑的 也没有不遵行王命 像前面的王后 瓦斯提一样 王很看重 并且宠爱他 以斯帖经过禁食祷告 在自隐的神引领之下 冒着性命的危险 向王提出请求 他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 他作为王后 正处在危急关头 他这个时候也没有把握 王是比较爱他呢 还是更宠爱哈曼呢 他只有凭的信心交给神 还记得波士帝国的法令 无论男女若不蒙召 就进入内院见王 必被处使 除非王向他伸出金帐 叫他得以存活 然而哈曼做好了木架 没有被王来蒙召 却直接进宫去求王 吊死莫迪改 我们可以看出来 哈曼是王面前 蒙宠爱的红人 这时候以斯帖 是以自己的生命 作为赌注了 以斯帖向王说 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 要被奸毁杀戮灭绝 这几个字 奸毁杀戮灭绝 都是哈曼起草的 玉子里所用的词 以斯帖把自己的性命 和自己的民族相连起来 强调两者是同一命运的 共同体 这就是身体的感觉 以斯帖不能躲在王宫里 却不顾宫外的同胞 被屠杀 莫迪改曾经对以斯帖说 你不要以为在王宫里 就强过一切尤大人 得免这祸 此时你如果闭口不言 尤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 蒙拯救 你和你父家就必灭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现今这样的时机吗 以斯帖的回应是 先进十三日 然后我就为令进去见王 我若灭亡就灭亡吧 他抱着必死的信心 但是可以把自己交出去了 自隐的神虽然在隐秘中行大事 但也需要有人愿意把自己交出来 不顾生死 来与神配合 亚哈水龙王听到有人要威胁他所宠爱的王后 以斯帖的生命便大发烈怒地问 善感其意如此行的是谁 这人在哪里 以斯帖说 敌人仇人就是这恶人哈曼 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慌 昏庸的亚哈水龙王 到这个时候还不知道 是他听从了哈曼的谎言 在没有询问是哪一个民族不遵行王的律例之下 就把戒指印记给了哈曼 让他去下了御址 所以这个时候才会问 散岗起义如此行的是谁 这人在哪里 岂不是因为王自己的糊涂昏庸 才使小人哈曼敢善感 起义如此行呢 然而这也是自隐的神 一直容忍莫迪改 顾念亲情 不让以斯帖讲出自己的奇观 宗族的原因 乃是到了这个时候 以斯帖不得已才冒死说了出来 并且在这天的清晨 王刚刚被提醒 是犹大人莫迪改救了他的命 现在怎么会说 犹大人不遵行王的律例呢 这善感起义如此行 要杀犹大人是谁呢 哈曼的谎言终于被戳破了 以斯帖这个时候很直接了当地说 敌人仇人就是这恶人哈曼 神的时间到了 以斯帖勇敢地公开了自己的奇观 当面指控 当面指控恶人哈曼 因为波斯王的御旨是不能更改的 承诺也是不能撤回的 亚哈水隆王如果是左右为难 恼羞成怒 后果将是难以预料 但是以斯帖只要尽上自己的本分 交出自己 让神做人所不能做的事 神自己会负责成就他所要做的奇妙拯救 这就是我们人来跟神配合的原则 我们做我们本分所要做的 让神来做我们所不能做的 哈曼这个时候被以斯帖直接指出来 就在王和王后的面前就顺心慌 不知所措 哈曼清早做好了木架 进宫想求王吊死莫迪改 却把自己所建议 所梦想得到的尊荣给了莫迪改 他又当了莫迪改的马前宣告官员 已经够他难堪了 这个时候又被王后当面指出 是怀着恶意 要屠杀王后和拯救了王的莫迪改 一族的恶人 他得意一生 却在今天一天当中 经历到了人生的死因忧谷 惊慌失措 于是王在怒动起来 离开九席 往王宫的花园去了 哈曼见王定义要家货处罚他 救起来 求王后以斯帖救命 王从王宫花园回到九宴的宫内 哈曼正服在以斯帖所靠的塌上 王说他竟敢在这宫内 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 这话一出王口 人就蒙了哈曼的脸 王在愤怒中进花园的理由 第一 因为自己对信赖的臣仆哈曼 竟然谋划要杀害他所爱的王后 而感到愤怒 第二 哈曼竟然还要杀那救了他自己 性命的犹大人莫迪改 而感到愤怒 第三 为了他自己当时居然 把印记给了哈曼 让他替自己下达的御址而愤怒 第四 哈曼是备受王所信任的大臣 造理是不能够随意处置的 王可能是想考虑该如何处置 但是在愤怒中 还是先让自己冷静一下 王无法向人解释他自己的昏庸 悟信小人 只好离开九席 往王宫的花园去了 这每一步都是自领的神 所安排调动的 因为王先去了花园 哈曼才有机会去求王后 但是王又从花园回到宫令的时候 正好哈曼服在以色帖所靠的他上求情 哈曼在惊恐之下 破坏了波斯王宫中不可冒犯的礼节 福在以色帖所靠的他上求情 却适得其反 因为在王的眼里 哈曼乃是在妃里 凌入王后 且坐在王的面前 这下哈曼完了 王说 他竟敢在这宫内 在我面前凌入王后吗 这话一出口 人就蒙了哈曼的脸 蒙了哈曼的脸 意味就是要处死哈曼了 这个时候在王面前的一个太监 哈波兰说 哈曼还为那承说善言 救王的莫迪改 做了五十走高的木架 现今立在哈曼家里 连在宫中的太监 都看见了那个高的木架了 王说 把哈曼挂在旗上 于是人家哈曼挂在 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 王的愤怒 这才止息 哈曼连夜赶宫 所做的二十二米高的木架 本来是为了吊死莫迪改的 让他在父王后宴席时候 可以在王宫前来欣赏 但是这高大的木架 也让王宫里的太监看见了 反而成了吊死哈曼自己的木架 这正是骄傲在败坏以先 高傲的林在跌倒之前 恶人落在自己的王里 哈波南是七个太监之一 过去是他去宣召王后瓦什提 王后不愿意来 所以王后被废了 为以什提的高声开了路 现在他一句及时的话 哈曼为那承说善言 救王的莫迪改 做了五十走高的木架 现今立在哈曼家里 使王不假思索的下令 把哈曼挂在旗上 为莫迪改的高声开了路 所以这个太监也是自引的神 所安排的 一是为以斯天的高声开路 二是为莫迪改的高声开了路 在神的经文计划中 神安排了这位太监哈波南 为以斯天和莫迪改来效力 在这一出 没有一个神志的属灵历史剧中 剧中人并不知道一切 以斯天不可能知道 在这两次延续中发生的事 也可能还不知道莫迪改 被王尊荣的事 王也不知道哈曼造了木架 王直到这一天才被提醒 救了他的莫迪改是犹大人 还没有得到赏赐 而王哈曼都不知道 王后以斯天是犹大人 哈曼和太监哈波南 也没有互相沟通木架的事 这完全是这位志颖的神 在后面安排的一切 他们都是在志颖的神的导演之下 参与了这出历史大剧 整个事情的反转之快 都超乎人的想象 就在电光火石之中 整个历史的方向 被神扭转了过来 志颖的神在前面好几年 就已经在万般的智慧中 隐秘地安排了 这许多的人事物 而就在关键的一天之内 不费吹飞之力 就把仇敌所做的一切 完全破坏了 神百姓的仇敌哈曼 被挂在他为莫迪改 所预备的木架上 证明了挖陷坑的 自己必吊在其中 这也应验了 神像亚伯拉罕的应许 那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当我们落在极度黑暗的环境里 可能会抱怨 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 突然洗手表明无故 因为我终日遭灾难 没早晨受惩治 我思索要明白这事 眼看持续为难 但是当我们在调和的灵里 被神提高到了天上的地位 观看地上这出恶人自觉坟墓的历史剧 就是等我进了神的圣所 我才看清他们的结局 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 使他们掉在荒废之中 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 他们被惊恐灭尽了 圣灵说 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因此当我们愤愤不平的时候 不必关注该如何去伸冤 而是要关注自己 能否在神的公义审判面前 站立得住 当日 雅哈水龙王把犹大人仇敌 哈曼的家产 赐给王后以斯帖 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 因为以斯帖已经把莫迪改是他什么亲属 告诉了王 王摘下自己的戒指 就是他从哈曼取回来的 给了莫迪改 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 哈曼曾经夸耀自己财富的荣耀 还想夺取犹大人的财物 结果一日之内 王就把哈曼的家产赐给了王后以斯帖 他又夸耀 抬举他超乎众首领和王的臣服之上 结果也是在一日之内 这崇高的地位就给了莫迪改 这正是真言成真 挖陷坑的 自己必吊在其中 滚石头的 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 但这还不是神所要的结局 因为哈曼虽然已经被打败 但是他要害犹大人的恶魔 还没有被除掉 哈曼散感起义 替王发出的御址还没有被取消 到了那年的12月 全国所有的犹大人 还是要被屠杀的 所以神的经伦 还需要以斯帖继续来配合 以斯帖又在王面前禁言 他俯伏在王脚前 流泪哀求 求他除掉雅甲族哈曼所设计 要害犹大人的恶谋 说王如果以为美 我若在王面前蒙恩 这是若在王面前显为对 我若在王眼前蒙喜悦 请王写造书 撤回雅甲族哈曼 赦谋传达的造书 就是他所写 要除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的 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遭祸呢 何忍见我的亲族被灭呢 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和家人 莫迪改蒙福平安就欢喜满足 而是与本族同胞同为一体 他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得救 与得利之上 而是站在神百姓 全体的地位上 保罗也有如此的顾念 在罗马书从第一章的定罪 到第三章 基督成就了法里的救赎 第五章到第八章上半 在神圣生命里的圣别 然后他雄壮的赞美神 没有一件事能 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 基督耶稣里的 然而保罗却在第九章接着说 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不住的伤痛 为我弟兄 我肉身的亲人 我宁愿自己被咒诅 与基督分离 因为他的同胞 没有得救啊 所有真正爱主的人 都是爱弟兄的 爱同坐肢体的每一位 这就是神圣生命的特征 亲爱的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出于神的 凡爱弟兄的 都是从神生的 并且认识神 以诗天乃是以 全体族人的性命为念 他真是顾念到 身体上每一个肢体 即使许许多多 他根本就不认识的 这正是每一个信徒 应该有的心智 肢体只有活在身体里 才能够在地上见证 基督的身体 就是造会 以斯帖知道 波士王的旨意 是不能更改的 所以强调需要 撤回哈曼社谋 传达的造书 从人看来 王的诏书已经发出 木已成舟 无法逆转了 但是志颖的神 却使那一直昏庸的 雅哈水龙王 集中生智 发出第二道 相反的预指 来抵消第一道预指 以斯帖八章 八到十节 王说 你们可以照你们 所看为好的 凤王的名 写造书给 犹大人 用王的戒指盖印 因为凤王命所写 用王戒指盖印的预指 人都不能撤回 那时是3月23号 王的书记被召了来 造的莫迪改一切 所吩咐的写了造书 传于一百二十七省的 犹大人 特别讲到 第一个是犹大人 总督 省长和首领 依照各省的文字 答于各省 莫迪改奉雅哈水龙王的名 写造书 用王的戒指盖印 把造书交给一族 其王用的御圈快马 送达 各处 犹大利的三月 大约是阳历六月 三月二十三日 第一道御址 已经发出了七十天了 神百姓的生命 也被威胁了七十天 正如同他们 被辱了七十年 我们看见 在圣经里面 神对每一项的 时间表的安排 都有他的一个 确确的一个安排 第二道御址特别加上 凤王的名写造书给犹大人 表明这第二道御址 特别让犹大人留意 而第一道御址却完全忽视 犹大人的存在 这里也特别提到 交由一族 其王用的御圈快马 送达各处 表明 万君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在我们的生命中 也有许多这样 备受煎熬的七十天 神好像是隐藏了 以致我们不得不呼求 耶和华 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要到永远吗 你眼面不顾我们 要到几时呢 但是神始终在天上 掌管着一切 等他所定的时间表到了 七十天满了 拯救立刻 其王用的快马 送达各处 绝不单言 永不勿示 道书中 王准各成的犹大人 聚集保护自己的性命 奸毁杀戮灭绝 各族各省要攻击 犹大人的一切仇敌 并他们的孩子和妇女 夺取他们的财物为略物 这要在一日之间 在十二月十三日 在亚哈水龙王的各省来执行 这文书经过抄录 搬行各省成为法令 向各族宣示 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 在仇敌身上报仇 这同一天 十二月十三日 本来是犹大人要被仇敌 屠杀之日 现在却变成了 犹大人来攻击一切仇敌之日 王的御子和法令中 所到的各省各城 犹大人都欢喜快乐 色百言习 以那天为吉日了 那地的各族中 有许多人因为惧怕犹大人 就入的犹大吉 第二道御子 看上是很残酷的 竟然允许犹大人 奸毁杀戮灭绝 各族各省要攻击 犹大人的一切仇敌 并且他们的孩子和妇女 夺取他们的财物为略物 实际上 第二道御子 并不是以恶报恶 也不是以牙还牙 而是故意采用 第一道御子相同的措辞 用来完全抵消 他们在第一道御子中的命令 这御子并非允许犹大人 主动攻击 而是允许他们自卫 聚集保卫自己的性命 来下主仇敌 因此 第一道御子怎样授权 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 来对付犹大人 第二道御子也照样授权 犹大人在同一天里面 自卫 仇敌如果不首先攻击 犹大人 他们就不能够主动报仇 也就不会有残酷的杀戮 这道命令乃是出于神 神让信徒不要自己伸冤 但神也绝不允许仇敌 触着他眼中的同仁 任凭他的子民被灭绝 7月13日 王的御子和法令将要执行 那是犹大人的仇敌 盼望挟制他们 犹大人 反倒挟制恨他们之人的日子 犹大人在亚哈水龙王各省 自己的城里聚集 下手骑杀 那些想要害他们的人 无人能抵挡他们 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 各省的首领 总督神长和办理王室的人 因为惧怕莫迪改 就都帮助犹大人 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 杀戮灭绝 任意对待恨他们的人 在苏山京城 犹大人杀灭了500人 并且杀了哈曼的10个儿子 但是犹大人没有下手掠夺财物 他们夸耀自己儿女的众多 结果10个儿子全部被杀 这一次莫迪改没有向扫罗 不执行神的命令 而是把亚玛利人 亚甲的竹类全部歼灭 不留一个 神早已宣告 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 从天下完全涂抹 过去基士的儿子 扫罗没有照神的吩咐做到的 如今在贝鲁之地的基士后裔 莫迪改却做到了 神的子民虽然在贝鲁之地 但神的权柄却在贝鲁之地通行 更是显出了得胜的荣耀 犹大人欢喜快乐 色百言习 与第一道玉子之后的大大悲哀 尽时哭泣哀嚎 完全相反 这是神子民在贝鲁之地 得胜的欢乐 虽然神的百姓被鲁到外邦 但许多外邦人却因为犹大人得胜 而入了犹大集 成就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这预示神的子民得胜有余 将恢复做祭司国度的功用 成为外邦人的光 吸引列邦投奔荣耀的神 并且教导他们在千年国里面来敬拜神 莫迪改的信心 以施贴的献上自己 使他们成为神在地上 经伦行动的管道 不但叫仇敌的诡计完全失败 也把被鲁的百姓带回到神的面前 享受他得胜的荣耀 在2000年召会的历史上 不管召会曾经落到怎样 被鲁的堕落光景里 神也照样会兴起得胜者 引入召会的得胜 使召会进入荣耀的丰富 成为国度在地上的预像 有光荣 欢喜快乐 而得尊贵 因为召会不是人发起的组织 也不是跟随人的团体 而是基督的身体 神的家也是活神的召会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今天 我们看见了 自引着神在过去被鲁之地 来眷顾他的百姓 伸手 整个事情就扭短过来 但是地上有人要来跟神配合 我们今天也在主的第二次来的之前 我们也是有同样的信心 愿我们也有同样的见证 成为主在今时代的得胜者 阿们 好 我今天的分享就停在这里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